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日主授克这个观念 日主这个东西 其实他是主管这整个八字 他就是像我们人体的头部 我们头很重要 可是 我们的头 他又做不了什么事 要解我们的头做不了,手拿东西嘛,脚可以走路嘛 可是头能干嘛 头没办法 头没办法 他就只有一个思考的一个能力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日主他就是等于我们头 所谓日主授克就是在五行排列以后 观煞直接去克到日主 这个我们就叫日主授克 我们有分两种 第一种叫本命 你本来就是这样 本命的日主授克 第二种的是透过大运流年的生克现象 所产生的 哪一种比较危险 当然是第二种 第一种是他本质就这样 他的一个走运 跟衰运 刚好就是不要去加重他的日主的力量 那个官煞克日主的力量 这样子他就会走运 所以他可以走食伤走应运 这一种的情况 走比肩 他假如 在走天干再走财运 再走官运的话 是不是财会升官 或者是官更加旺官的话 他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他就会怎样 他就开始会走 这方面的一个衰运 所以本命日主授克 来讲的话 他 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他只是判断的机制 跟一般正常的 是颠倒的 但是我们害怕的是这个 透过大运流年所产生的日主授克 因为你本来没事 你本来日主好好的没事 结果呢 突然被克到了 所以就很像什么 你好好的没有事 突然人家 往你脸上揍一拳 来把你昏昏沉沉的 你昏昏沉沉的 会这样子 所以日主授克来讲的时候 他会产生的什么现象呢 我们先撇开本命日主授克 因为他并不是 真正的日主授克 他是本来就这样 而是真正的日主授克实在这 他是怎样 好的 他感受不到 他好的感受不到 坏的感受特别深 坏的感受很深 所以 你假如碰到是一个日主授克的人 他不一定会走 不好的运 他假如地支走得很漂亮 他一样会走很好 可是 他会感受不到 就像我学生 他就帮一个 他的堂弟在批命 结果 他堂弟是日主授克 日主授克 他地支的财星非常漂亮 他就跟他讲说 你这一天赚了很多钱 结果他堂弟跟他讲说 他赚的都是辛苦钱 什么叫赚很多钱 各位 他就这样直接回答他 可是他堂弟老婆就跟他 就偷偷跟他讲 没有 他在这段时间赚了很多很多钱 为什么 实际的状况跟他的个人感受不一样 因为日主授克 压力就上升了 我就跟他讲 是不是他到下一住 他就脱困了 脱困以后他的财星比较少 他本来说 这样子 才是真正的赚钱 他说对 是这样 因为他什么 他轻松了 他轻松了 可是他的财运有没有比较好 没有 他是少赚 可是他认为这样叫赚钱 所以 各位 这就是一个日主授克情况下 日主授克的一个情况 就很像什么 就像拳击场上 一个人被打晕了 打到头部 打晕了以后 各位 他晕倒在那一边 是不是 他什么都没办法做 他都没办法做 好运他也不能做 坏运呢 各位 一个不注意 可能人会死掉 所以 我常讲 我常常就会举例说 日主授克就很像 在格斗掌上 被人家打晕了 好的 你感受不到 那坏的 可能一个不注意 就挂掉 那就表示说什么 坏的 非常容易 让你感受 非常非常的深刻 所以这个就是啊 日主授克的一个重点 所以当日主授克的时候 这两个情况 都叫日主授克 当然第二个比较严重 当日主授克的时候 我们的 用神 我们第一个 这个人已经陷入 昏炫了 所以我们要把先抢救起来 所以 当日主授克的时候 他的用神 就会是硬比 绝大多数都是用硬比 日主授克的时候用神 我们就会采硬比 先把 日主救活起来 了不了解 先把日主力量让他先 有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他 力量先有的时候 最起码 先求自保 了不了解 你不要日主授克的时候说 我还想创业什么的 我看过太多太多这样的 结果兵败如山倒 前面几十年所累积的 成就 一夕之间 全部没有 一夕之间全部没有 但是是不是日主授克的人就一定做事 就很差 也不是 他的用神是硬比 他就可以透过什么 合伙的方式 可是他因为日主授克 所以他能不能当老大 他不能当老大 他只能够屈居于老二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有一个学生 他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 他就拿一个八字来 老师这个人是生意人吗 我看了一下 我笑一下 我说他不是 可是为什么他今年赚了3000万 他可以赚3000万 我说这是什么回事 结果这个人 就跟他的朋友合作 跟他朋友合作 他就把钱拿出来 交给他朋友 从此再也不去公司了 就没有去公司管过任何事 全部交给他朋友 他朋友的财官非常强 所以他朋友就这样子 去努力经营真的赚钱 可是 他的合伙 从头到尾都没有来公司 他就觉得 很干 说哪有人 是这样子 跟他也不来公司管 什么东西都交给我 结果对方就说好吗好吗 我就退股 就把股份全部还他 那就赚了3000万走了 这样子 各位 他 他一样日主受克 他有做什么事吗 没有啊 他找了一个有运的人 让他去帮忙他 赚钱而已 了不了解 这个就是什么 靠笔尖嘛 同样的啊 我一个学生 他就说为什么 我批这一个人日主受克 说他工作运不好 结果对方跟我说 他从头到尾没在找工作 都是透过朋友介绍的 他不知道是什么 很简单啊 他的用手是什么 笔尖劫财啊 透过朋友介绍的 刚刚好而已啊 所以 不要以为日主受克 就什么东西啊 都不行 他只要 做对的行为 也是ok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 在对的时间做对的行为 在不对的时间 你也要做对的行为啊 最起码还有一定的 对不对 有成就在那里啊 比如说人家不对的时间 做不对的行为 那不是死人难看吗 所以 不管怎么样 日主受克 绝大多数 就是以这两个 为主要的一个出发点 以这两个 为主要的一个出发点 所以 他透过合作 的模式 对他是 最有利益 所以 当你了解到这一些的时候 你就会 你会对 日主受克 这个会感到很害怕啊 不会啊 了不了解 我有克人啊 天干地支 日主都是同克的啊 结果人家呢 我就说看这个样子啊 算了去当律师 他就说他要当律师 人家律师也当的很好啊 那律师是什么 他用食伤去克啊 他用食伤去克啊 我说就是啊 没关系 就该这样 就这样子就去这样做吧 对你也是一种 有帮助的一种情况 所以 各位 当你了解到这一些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日主受克其实不可怕 而且 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 不管你是本命日主受克 或者是大运流点所产生的 当你面临到的时候 低调 谨慎 保守 就好了 不要想说 我想要在这时候 再突破 想要有所大成就 那是不对的时间 你还妈在这边做不对的事 很容易就导致不对的一种结果 所以 当你了解了 日主受克 我们必定碰不到 所以 日主受克的时候 就低调 我常讲的 多吃 多喝 多睡 当猪眼 这样就好了 今天 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 永远 再见 拜拜